嗯,這個叫黃秋葵,你看 它那個葉子比較細 哦,重型擠過後還可以長這麼粗 乾旱還可以長這麼粗 要吃的話就比這個還要短 彎的下去就比較嫩 哦,太長了,就是太老了 哦,這個是叫白秋葵 哦,也是可以長這麼粗 我會看長這麼長 它就做種子了,做種子了 要吃的話,最長的 大概到這個尾端還彎的下去 還可以煮熟,還很爛 還短一點的都比較爛 哦,這個是白秋葵 那麼長,還很爛 如果黃秋葵大概都這麼一點點 這麼一點點五六公分而已 不然太長了就太老了 這些纖維多吃也不像 這個葉子比較大的是白秋葵 哦,你看重型擠過後還開花 淡黃色的花 哎呀,還可以長這麼粗 哦,這個是黃秋葵 黃秋葵第一次看到沒有長這麼粗 那個墮甲有能講是 記住啊,叫黃秋葵 這個葉子比較細 你看,植株比較短,比較小 哦,這個白秋葵葉子比較大 白秋葵葉子比較大 哦,你看 還長這麼高 哦,我長那麼多 給我倒架,你看 還那麼粗 還長那麼高 比立法四、比立法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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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